大家好,我是世紀21策略行商報部,我叫Russell 自從政府在上個月實施了特別印花稅和賣家印花稅之後 住宅的買賣成交量相對萎縮 資金紛紛流向非住宅的物業 例如工商店等等都非常熱賣 車位更可以說是近期赤手可熱 各個發展商亦都推出他們手上的車位在市場上放手 而近期在青衣一個屋苑的車位成交價更去到125萬 創了整個屋苑的新高 根據土地住宅署的登記 今年首十個月已經有8362宗成交 已經超過去年整年的總和 其實以投資車位來說 最主要是說回那區車位的供應量和屋苑的車位比例 例如車位的比例是1比5 即是一個車位配5個單位的話 會令到車位的需求大增 租金更加硬正 其次就是說回車位的位置 例如在停車場的出入口 又或者在升降機的附近 除了方便上落之外 人流較多出入也會較安全 而車位兩旁如果有儲位 每每就會局限車位的尺數 變相就減低了出租的機會了 最後要留意就是車位的天花板上面有沒有水管 又或者是否在屋苑的泳池下面 因為萬一有漏水的情況出現 會不會影響出租的機會了 其實車位因為入場費較低 最大的好處就是易於管理 因為一般來說 就不用給裝修和維修費 同時車位的租戶 一般來說都是屋苑的住戶 面對租霸的機會相當低 而且車位的業主的倚價能力較租客強 而租金回報大約是4厘左右 個別的車位由20多萬至4、50萬不等 算是小半投資的好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與我們世界21的同事聯絡